神州18号 打开出舱舱门 完毕 16时19分 航天员李聪打开问天实验舱出舱舱门 开始个人首次太空行走 我已出舱 感觉良好 李聪登上机械臂 拆分固定装置后 搭乘机械臂转移至接设备点 随后 航天员叶光复将作业相关设备装置传递出舱 17时41分 航天员叶光复顺利出舱 夜光复沿舱壁自主攀爬置作业点与李聪配合 分别对问天舱线缆及天河舱管路进行防护装置的安装操作 期间 航天员李广苏在天河核心舱内进行机械臂监控和必要的辅助操作 此次出舱活动继续针对可能存在的空间碎片撞击风险展开相关防护作业 这次出舱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舱外设备 主要是电缆和管路进行防护装置的安装 来提升空间站长期安全稳定运行的能力 上一次出舱任务中 神舟18号城组主要安装了 孟天实验舱舱外电缆的防护装置 这次任务则主要对问天实验舱和天河核心舱的舱外电缆管路进行防护装置安装 这次安装的防护装置更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从出舱口一直到达相应的点位 这个路上的时间花得比较长 但是他们操作还是游刃有余 重要 我就先行一步了 好 当初随先到 一会儿你马上就要开启了你的分析之路 好 一会儿我慢慢奔起 那栋梁你现在给栋梁拍的好漂亮 那我得摆好偷吃 栋梁听口令再跑 别强跑 偷不及待 机械臂运动开始 栋梁可以出发 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 航天员程组完成安装空间站舱外管路 电缆及关键设备的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后 李聪搭乘机械臂转移至巡检点 通过头盔摄像机对载荷适配器的表面状态进行巡检和拍照工作 航天员完成这次出舱任务非常轻松 而且完成的也非常顺利 非常完美 这个程组思维比较缜密 然后个性比较灵活 所以他们是严肃认真当中又活泼有趣 是非常带有青年活力和朝气的一个乘组 完成全部既定出舱任务后 出舱航天员叶光复李聪先后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 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空间站非常美 非常漂亮 每当机械臂运动到制高点的时候 虽然阳光很刺眼 但是都会忍不住的想多看两眼 真的由衷地感受到了这项工程的伟大 为所有的航天人点赞 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点赞 我们定将再接再立 顺利圆满高效地完成后续任务 将丝滑进行到底 我们舱内摄像机见 恭喜神舟18号圆满完成本次出舱任务 空间站有你 我们感到非常幸运 期待你们后续更加丝滑的表现 截至目前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的 太空出差之旅已完成三分之一 后续还将载轨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